哇哦 不得了了 真的是那种冰洋绿的感觉 做两三个满色的挂件是没有问题的 天天 我买了一块老绘卡 你看能不能把我擦一个满色呢 我看看 绘卡的一块料子 这是一块清腊皮的料子 但是料子的话应该之前是有红腊皮 因为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红腊皮的一个残留 这个料子的皮壳和腊性的话也是非常不错 看来应该是一块老绘卡的 压根看嘛 这个料子的色还是蛮多的 但是像这种料子的话还是一个色滑 它不是一个一片一片的那种满色的效果 像这种料子的话会卡嘛 它一般的它的色的话是从里面爆出来的 如果它的总够好的话 那么像这种料子它会产生一个放长迹象 就擦完之后的话这个色滑它会硬成一片 到处咱们做货出来的话 它还是会有那种满色的一个感觉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断层的一个裂 像这种裂的话还有台阶裂 像这种料子如果是之后我们要做货的话 就直接把这道列给它切了就算了 因为这个列的话它是必尽的 算完了吧 我知道了 好了 这种料子的话你是要全博卖 还是要开创卖呢 买多少钱 我6万2收的 你觉得贵不贵吗 没有啊 从这个表现来看的话 6万2收的还是可以的 是吧 现在料子多贵啊 尤其是它一整个还是这么多的色滑 而且这个料子夹灯的话总许也是非常不错的 看 看这个光了没有 你看它的厚度的话也是非常厚的 我觉得三个件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就这种品质的话随便出两个件本钱都回来了 其他都是净的 是吧 对 还不错啊 老马演过月了又好啦 嗯 还是跟念姐你学了嘛 怎么样 是要开窗还是就这样全博卖 想开窗签看看 行吧 那就让诚哥安排 安排 那走吧 安排 开窗 然后安排 诚哥 开窗啦 这堂的海星 都是不方便的 这堂的海星 有点诚哥是挺好的 赶快的 所以它终于会量看 四边的地诚哥 咱们 脖子 摆到 我们还有 想想要 更 我看 哎呦 不错呀 脚满色呀 你看 我说把这个色花还是都占不上去了是吧 总好东西的话它就会像出现那种放弹的迹象招 不错不错 这块料子有的吃了老马 哎呦 开心死了 还不错呀 老马 对呀 对呀 我经常跟大家说 这个汇卡这个敞口的话真的是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知道吧 刚才这个料子的话看着只有那么几朵色花 但现在你看了没有 开出来之后一整个都是那种满色的感觉 现在还没有打光 都能看到它的色的话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压针的话它就哇哦不得了了 真的是那种冰洋绿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那个料子的话我告诉你 做两三个满色的挂件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出两三件货的话其实还是非常保守的 那么这个料子的话目前来看出四五个件的话都是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而且你们要知道 汇卡它跟南奇汇药一样 它就是翻肿翻色的一个厂口 就是它起货之后的话会比现在看的更漂亮 而且胶感也会非常的好 按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料子开到现在也是看不到什么裂纹 所以这个料子的话还是非常的完美啊 到处这个料子的出货量的话肯定是不低的 所以说以后不要再对汇卡这个厂口有任何偏见了哦 老马 这人可要请吃宵夜了啊 不是请我咋样减肥 你请成哥吧 没问题必须 哈哈哈哈